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西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回归 以及相关系数 这个题目是 相关系数的检定 那是中兴大学 气管研究所的一个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考题的内容 一变数 是Y 次变数叫做X 它的回归方程式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 这两个算式 这是我们的 他给的资料 他要我们求回归直线 跟X 与Y的相关系数 首先我们要看得懂这个算式 这算式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X等于1的时候 Y hat 是0.6 好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直接写了 这个 首先我们设这个回归 方程式 叫做什么呢 叫做Y hat 等于 Apha hat 再加上 Beta hat X 这都是估计值 好 那现在我们写出来以后 把这个依照提议带进去 另X等于1的时候 Y hat是多少 0.6 0.6 等于 Apha hat 加上Beta hat 这个是X等于1 有没有 X等于1 好 没问题 再过来是第二个算式 这个我们这边 我们就把它写当作第一式好了 第二式 他说 如果当X等于-5的时候 Y hat是4.92 所以我们这边是 4.92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 Apha hat 减掉5 Beta hat 这个地方 我们令X等于-5了 那这边 这是多少 第二式 来 再来就是说 我们用的是 加减消息法 1-2 0.6 减掉 4.92 那么 0.6 减掉 4.92 是-4.32 是等于 这边消掉了以后 1-2 这边就变成了 6倍的Beta hat 所以Beta hat 算出来是多少 负的 刚好算 6742 622 负的0.72 那么如果Beta hat 算出来了 那么Alpha hat 就可以算出来 是多少呢 把它带进去 我们发现 这是直接加上 0.6 所以是 1.32 正的1.32 所以它第一个题目说 要求回归直线 Alpha hat 加上Beta hat X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什么 1.32 这是Y hat 是等于1.32 再减掉 0.72 X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题目的答案 那么第二个题目 它要我们算的是什么呢 是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再回忆一下 相关系数是R R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这个上面是 X减掉X bar Y减掉Y bar 底下这个地方是 X减掉X bar的平方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都知道 这是什么 简单的写法 就叫做SXY 这叫做根号 SXX 这是根号 SYY 如果是这样的算 那么其实我们直接算的话很困难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到这个回归的相关资料呢 其实是可以的 怎么说呢 我们上下都同乘一个 根号 SX 这边根号就会拿掉了 这边是SXY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Beta hat搞出来 因为这个Beta hat 我们应该心里很有底了 它是SXY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原始的资料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呢 就是上下都同乘一个 根号 SXX 这样子底下就消掉了 这是SYY 好 那我们来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Beta hat 那这是什么呢 SXX的开根号 那就是 这就是SY 这个地方 题目已经告诉了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不麻烦了 相关系数可以利用违规的系数把它算出来 Beta hat是多少呢 负的0.72 我们就直接写了 负的0.72 在乘上 在乘上多少呢 上面是 1.8 这题目告诉我们的 SX是 这边是1.8 这是多少呢 2.7 那么算一下 这边计算器可以按一下 等于负的 0.48 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系数第二题 相关系数的R 就可以利用我们前面的资料 一口气算出来 以这一题来说 它是考我们知不知道 这样的结果 两者之间可以做一个贯通的一个观念 1.8